哈囉大家好我是RT 千呼萬喚使出來 咱們捍衛任務2的Babaiyega終於來了 差點沒把我給等死 看看這外盒這配色滿滿的殺神感 Hatoy的盒子就是不馬虎 拉開外箱裡面就是本尊跟他的武器們 就連裡面的盒子也是各種捍衛任務的圖案 不像萬代的氣色就是塑膠盒而已 沒有任何收藏價值 看看這琳瑯版木的武器還有那根Goddamn Pen 讓人只想趕緊把它拆開來 所有的配件都在這裡 五枚單個的殺手金幣跟三串合起來的殺手金幣 還有定契約用的精明和八隻剁下來的手手 當然還有我女兒的尿布剛好擺在那裡 首先來看看咱們被追殺套頭的雞哥 就算被套頭還是那麼的帥 脖子上還有被刀砍過的封呆 幫他卸除完保護裝置後就像這樣 不愧是咱們雞哥 就算是身手分離還是那麼的帥 不得不說這頭雕做的著實不錯 再幫咱們雞哥捲褲管 你看看 這奪命小雞腳 不愧是咱們雞哥 連捲褲管都這麼欲速臨風 然後這身全黑西裝是無法脫掉的 僅僅力套在咱們爸爸耶嘎的身上 有那麼點可惜 但是質感還是有的 從桌子裡面的襯衫到馬甲 再到西裝外套都是一件一件的 可沒有偷工減料看不到的地方就沒有 外套上的口袋也是真的可以放東西的 然後這個馬甲扣還是用磁鐵製作的 帥氣又方便 再來看看這個千七月用的盒子 樣子外觀都算到威 那以6000元玩具的配件來說 就是缺乏質感相當的廉價 而且這個拇指血硬硬要講究的話 它是跟蓋子平行按在右側的 這個根本亂按 再看看殺手貨幣 那又更加的廉價了 完全的塑膠感旁邊還有掉漆 不然你好歹也吐個金 應該沒有很難才是 看完配件 再來看看重頭戲武器組了 首先是這把TR-1 分色到位圖案也都有用上去 槍托還能拉 彈匣也能裝 巨鏡也能移動 右邊的瞄準鏡也是透明材質 還有這個胚袋 你以為它只是一條劍嗎? 並沒有 它的插扣是真的有彈性可以開的 最屌的還是退彈板可以開 槍機還可以拉了 看來金費全拿來做這把槍了啊 再來看看這把在射擊遊戲裡很常見的 M4 Super 90 限彈槍 旁邊可以放一顆子彈 可惜的是 只有退彈處可以動 子彈也拿不下來 還蠻無趣的一把 而最後一把大槍 就是這把第一集出現的 KSG 瞄準鏡透明可動 還有前面的輔助握把也能動 比限彈槍好那麼一點點 接下來的是 蓋幫幫主光頭哥給他的那把 Kimber Warrior 就連幫主送的箱子都一併給你 不過這次不小氣的只給一個彈匣 而是兩個都給你 而所有的手槍彈匣都可以裝 滑套也都可以動 不過這把的雞腿也能動 但是彈匣裝上去後 非常難拿下來 而且不如拿下來的話 可是無法裝回箱子裡的喔 然後是HKP30L 除了特殊的防火帽以外 沒有其他特殊的地方 這電影裡就是這麼黑 而關於這個多出來的保險呢 有的圖片有 有的沒有 誰對誰錯我就不清楚了 至少電影是沒有的 再來是John Wick最愛用的彈簧刀 做工非常的普通 也不能伸縮 更不能掛在襪子上 沒什麼堪點 然後是克拉克34 金色的槍管算是他最大的賣點 還有酒吧老闆推薦給沙神的改造版 克拉克26 也都完美重現 最後就是殺人魚無形無影的最終兵器 GDP 以上就是咱們沙神的所有兵器 然後這個特製骷髏台座也算是有心了 但是咱們沙神的可動就很悲劇了 因為西裝太緊的關係 手是無法平舉的 不然就是我買到千王 最後咱們功夫之王 John Wick 結束這回合 Hey Hey you Yeah you Come play with me I'm looking at you 再不醒來我就要請你吃這根GDP了喔 嗯果然很乖 那就讓你當我的殺我死懸家貓吧 我是RT 我也想成為忌哥 我們下次見 掰掰 Hi ixia tail 一 二 二 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